战锤40K暗潮终于确定在9月13日发售 这让它成为今年秋季Xbox Series玩家最为关注的数款次世代Xbox独占游戏之一 在完整游玩了这款求生之路是战锤的数个私人合作任务之一后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战锤40K暗潮看上去已经准备好去回应玩家们的关注 并且无论是对新人还是战锤老手 亦或是战锤末世鼠一二的玩家都较为友好 我用30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设置在坦克工厂的任务 而来自Fatshark工作室的开发者告诉我 绝大部分其他任务都设置在蜂巢的不同区域 从而增加了环境的多样性 这座具有奇幻色彩的钢铁都市 看起来完美支撑起了这款游戏的舞台 而这均归功于游戏内惊人的材质细节 多样化的可游玩角色 以及即便在遭遇战中 成群的怪物如潮水般涌来 却依旧能在我的电脑配置基础上保持60帧的帧率运行 游戏中每个玩家的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而我就更倾向于在有职业分工的游戏里 游玩坦克型角色 所以当化身为一名欧格林人时 我简直如鱼得水 欧格林人是笨重的大块头 他无论是在绝大多数敌人中 还是在我的队友中都显得高大无比 他装备有一把用来砍成群敌人的巨大战斗刀 我也曾尽我所能地 用欧格林人的巨大身躯来帮助我的战友 抵御一波波向我们奔袭的敌人 而他们的专属技能是攻游冲击 使用该技能后 他会像是美式足球里推开对面球员 以穿越第二防线的跑位一样伸出双臂 并如保龄球般击退沿路的所有敌人 我倾向于将这个技能作为主动进攻型的位移手段 但他也有可能作为防御战术派上用场 你可以用这个技能冲向被包围 或是被击倒的队友身边 以对其进行营救 不过欧格林人的能力并不止局限于近身作战 他还持有一把暴走线弹枪 以作为战锤的替代品 每一个职业都有他们的专属武器和能力 事实上开发人员告诉我 每一个职业都有五到七种可用的独特武器种类 其中近战和远程兼有 你会在升级时获得新的武器 也可以用游戏内正德的货币去购买 每款武器也可以通过制造系统来制造可替换的零件 同时天赋数的存在让角色的能力在任务之间继承 这给了你一个不断重复游玩更多暗潮任务中战斗的理由 总的来说游戏中战斗是十分令人享受的 Fat Shark的员工不断地提醒我要和我的队友团结一致 而原因显而易见 不只是成群的敌人会从各种地方在各种时机向你逼近 还有可能随机遭遇更为巨大强壮困难的小boss 我曾遇见一个迟钝的敌对欧格林人 它带有一种对应我那缓慢且笨拙的攻击的有效手段 因为我无法非常快速地绕到它背后去攻击 而当我试图从正前方进攻时 我的战斗刀砍到它的大盾上时会立刻弹开 与此同时任务中目标像是给反应核心充能这类 都会在行动中刷新 这会强迫你停下战斗建立防线 并在敌人蜂拥而至时保卫目标 我也很喜欢那些与这些紧张场面相伴的小恶戏 比方说某些时候你需要在你父辈受敌之时快速完成一个图标配对谜题 不幸的是Fight Shark确实向我确认了游戏在首发时不支持跨平台联机 所以Xbox Series的主机玩家无法与他们PC平台上的好友组队游玩 这个功能可能会在未来添加 而在半小时全身心投入在暗潮的私人大乱斗之后 我毫不怀疑Xbox的粉丝们能在这款游戏中获得良好的游戏体验 MING PAO TORONTO